在歷史上講所謂的滿洲建國 就從這一年算起 1618年 本來維持良好的 明朝跟女政的關係 從此之後走上一種戰爭的關係 雙方就開始進入歷史上所謂 長達大概40年的 所謂的民清戰爭 到了皇太極時代 其實滿清已經是大國了 統治今天整個東北 加上大半個內蒙古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ST He is so true 來座談 誰來座談 今天是誰呢 今天又到我們的歷史時間了 看到我們的陣仗了 我想也知道是誰 是我們的王立本老師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全世界的觀眾聽眾大家好 是我們這個 就是這個系列 講這個土地跟人 還有帝國統治之間的關係 慢慢的已經進入到後半段了 上一講我們談到 明朝末年的滅亡 南民的掙扎 這一講其實我們就來看一看 其實明朝當時內憂外患 裡面內部有所謂的流寇 在外部 當時其實倭寇已經相對平息了 但是在東北這個地方 女政人再次的崛起 上一次崛起是在金朝的時候 所以他們就建立了一個後金的王朝 那我們都知道後金王朝的建立 也就是後來清朝的前身 是由努爾哈赤所建構的 這裡面有什麼樣的故事 值得跟我們來探討一下 後金建立的時候到底發生什麼事 跟大家先談談滿洲人的崛起 滿洲這個名詞是比較後面才出現的 這個時候還被稱作叫女真人 17世紀的時候 那先講一下 在這個歷史上 這個這一次滿洲的建國 或者說女真的建國 是女真人在歷史上的第三次建國 前面我們已經出現過兩次了 各位還記得嗎 渤海國我們前面有介紹過 渤海國在唐代的時候 後來的這個金朝 金國金朝 金朝我們知道也曾經相當強盛過 還滅了戀朝 而且占領了中國的北方 這個至少也統治了中原 大概一個世紀以上的事件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女真人後來在蒙古跟南宋的夾籍之下 滅國了 我們上次有講過 大概女真人後來在中國東北 很長一段時間 臣服於蒙古 接受這個蒙古人的統治 就大原帝國的統治 時間大概到了這個14世紀 這個135060年代之後 隨著蒙古人統治的這個衰弱 我們知道前面有講過 元朝到了中晚期之後 政治不上軌道 這個隨著蒙古統治的衰弱 那在東北地區的女真人 慢慢蒙古人對她的控制 慢慢也沒有那麼強 反而開始鬆動了 朱元璋的北伐 他打敗了這個蒙古 這個收復的這個 當時叫大都 就後來我們說的這個北京 收復了大都 收復了北京之後 朱元璋還又持續 對這個長城以北的地區發動了 至少有6到7次的北伐 這個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谷歌就可以找到了 6到7次的北伐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北伐的對象 就是盤踞在今天 遼東半島的蒙古的殘域勢力 所謂的哈納初 一個蒙古的宰相 哈納初 盤踞在今天的遼東這邊 是他重點打擊的一個對象 因為我們知道遼東離北京也不遠 對明朝來講也是一個威脅 這個消滅了哈納初之後 很快的就在今天的遼東地區 明朝就設立所謂的遼陽部政室 一開始是都指揮室 相當於我們講軍事管制區 後來就設了所謂的部政室 就是後來俗稱的遼東行省 所以明朝大概就在今天的遼東半島地區 就是完全跟內地一樣的哈 完全是勢立一個行政區 就是中國的一個省份的 簡單講就是這樣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 大概在1380年代左右 女政人就跟就跟明朝的中國 開始有了直接的接觸 一開始雙方關係還相當的好 這個後來這個我們知道 在明太祖明成祖時代 還不斷的派人到遼河以北 深入到整個這個滿洲地區哈 這個明朝還在今天的這個滿洲地區 設立了建州位 建州位 另外還在這個黑龍江北岸 靠近黑龍江跟巫術里江交界 北岸就到了今天俄羅斯境內 還設立了所謂的努爾干都指揮師 努爾干都師 這個連庫葉島都納入到 努爾干都師的管轄範圍之內 所以整個東北地區 基本上就可以算是明朝 直接社官管理的一個狀態 大概到明宣宗之後 這個明朝整個國防政策 開始採取一種比較守勢 不再對外 對外這個主動出擊 但基本上這個女真人跟這個明朝政府 基本上就是以大概今天的 遼河這一帶為界 那遼河以南的整個遼東半島 還有遼河流域 就變成是漢人的農耕跟行政地區 那整個東北地區的女真 當時有多少部落 這有人做過研究了大概不下於一百七十幾個部落 這麼多 對非常多各種的部落 那我們常見說像這個三大女真 野人海溪跟劍州 像這個地圖上這個後勁就是劍州女真 對可以分成三大塊 對三大塊就野人女真 女人女人就今天的黑龍江北岸 到了今天的這個 這個這個所謂的外東北地區 野人為什麼叫野人 因為這邊的文化程度比較低 這些名字其實是漢人給他取的 就漢人認為說他們的漢化 以他們的漢化程度的高低來嗎 野人的意思就是他們完全是 是野蠻人的意思 主要就是外東北 海溪女真就是指今天的松花江的北岸到東岸這一帶 比較重要的就是劍州女真 劍州女真跟這個遼東靠的最近 大概在他的根據 大概就在今天的這個遼河北岸這一帶 也就是松遼平原的核心這一帶 那劍州女真的漢化速度也最快 而且跟中原的關係最接近 很早之前到在明朝的初期 就有大量的女真人 加入到明朝的軍隊裡面 擔任軍官 甚至當到千戶這樣的官階 那個明成祖幾次北伐他的軍隊裡面 包括他後來發動禁難 他去打那個他的侄兒明慧帝的時候 他的部隊裡面都有女真軍官 都有女真軍官 而且表現良好 很受到明朝政府的喜愛 所以一定程度上 我可以跟各位講 女真跟明朝有一段時間是非常友好 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講 當時明朝設定的主要敵人是蒙古 那女真人跟蒙古又是世仇 所以連女真治蒙古變成明朝初期 明朝前期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國防政策 可以這樣講 然後早期的時候 女真所有各部落也都 民意上也都接受明朝政府的撤封 或者是給予官職 他們也常常來到北京 禁見皇帝等等 我可以跟各位講 努爾他次的祖父叫爵昌安 他的父親叫塔士克 我記得都來過北京多次 而且都見過明朝的皇帝 接受明朝皇帝的撤封 包括努爾他是年幼的時候都來過北京 所以當時我們可以說 這一種相安無事 漢人跟女真人重良好關係 大概一直延續到17世紀初 基本上都還是保持這樣的一個關係 應該講到了16世紀末 1590年代的時候開始出現了一件事情 大概就是萬曆15年16年左右 大概1588年89年左右 當時張居正已經死掉了 當時明朝的內閣首輔是叫申石型 在申石型時代 當時在東北的女真部落 有很多的 我們用我們今天的話講 就是所謂的酋長 就開始向明朝政府反映 在今天的遼河北岸 有一支女真部落強大 這支女真部落就所謂的愛心絕落士 他們用各種方法 包括通婚 當然也包括戰爭 包括各種方法 把周圍的小部落不斷的兼幣 不斷的兼幣 所以他這支部落的勢力就越來越大 所以當時就有很多其他的女真部落 就向明朝告狀 說愛心絕落家用各種方法擴張 愛心絕落家當然有他們的理由 他們說我們這種擴張也是 盡有合法的手段 並沒有什麼不對 所以雙方就發生了很多 開始有了一些爭執 當時明朝政府 對當時明朝政府 一開始沒有把這件事情放在眼裡 我說過明朝政府 到了萬利的中後期之後 他的主要的假想敵 還是蒙古人 沒有把女真人的強大 當作一回事 所以他認為說這些事情 就是朝廷給幾道玉子 然後雙方調解一下 應該就可以了 就過去了 但是就在明朝的 你也可以說是忽略吧 其實也不能說錯 因為明朝或中國其他朝代 對這種北方的民族 大部分的採取所謂機密政策 你們自己管好 你們自己就好了 沒有太多的關注 就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女真人的這一隻 建州位的這一隻 如果和她是家 對沒錯 他們家就強大了 到了她的父親 塔克斯時代 就變得非常的強大了 對 後來多年下來之後 有許多的女生部落就不斷的跟明朝政府 剛剛講告狀 說她有這樣那樣的勢力 後來明朝政府也 當時一開始在東北這邊 在遼東這一帶 負責軍事管制 就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李承良 據說諾哈赤還是李承良的意思 她跟李承良關係很好 後來李承良去世之後的李盧松 我們知道李盧松 我們應該上上禮拜有講到 明朝的軍隊曾經幫助朝鮮 抵禦日本的入侵 當時的指揮官 明軍的指揮官就是李盧松 各位知道嗎 諾哈赤還曾經給明朝政府上書 他說他願意帶著他的漫州子弟兵 加入李盧松的部隊 然後到東北去作戰 你就各想而知 我覺得這有一個背景 就是稍微幫學院補充一下 就是說很多人以為 這個女真人的開化程度並不高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印象 建州女真很高 對我們可以再回到剛才那一張圖 這後巾就是建州女真的勢力範圍 他這個所謂三大女真之分 主要他其實是有很多部落或者家族 他是各自然後各自散居的 可是彼此之間大概這一群 那一群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子群 一個子群的一個概念 那彼此之間其實以現在的民族學來分的話 這些可能我們還會再把它細分成不一樣的民族 不過當時對漢人來講的理解 就是他這些通通都是女真部落 他們彼此之間有一點關係 如果他是已經會漢文了 如果他是會漢文 而且漢文程度很好 而且他自己講他最喜歡讀中國的張回小說 其實不只如果他是會漢文 他的副主也都基本上都會漢文的 而且他們這個家族因為一直都是明朝的都指揮師 事實上他擔任明朝的官員 所以他們的所謂的文化程度其實相對是好的 有一個很有名的 因為後來如果他是要起兵反民的時候 有所謂的十三副遺甲的傳說 他老爸留了十三副鎧甲給他 什麼都沒有 哇 起兵造反啦 據說是後來因為滿洲部落之間的糾紛越來越多 明朝政府當時就以中祖國的身份就說 那我們就來協調一下 調解 在一次協調的當中就發生了紛爭 產生了一陣混戰 本來他的祖父 傑昌安跟他的父親 本來是代表朝廷來調解 等於是調解人之一 就沒有想到在這一陣混戰當中 他的父親跟他的祖父竟然被明君給誤殺了 我先跟各位講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明朝政府是有負責任的 他除了像若哈茲下了玉子 用今天話說道歉認錯之外 也准許若哈茲繼續 世襲他父祖的爵位 但是這件事情在若哈茲非常的神奇 其實我們從今天來回顧 若哈茲其實他小時候 跟他父祖跟漢人接觸 他就已經對當時已經相當腐敗的明朝 其實已經心生親世了 其實已經看不起了 他認為明朝根本就沒有戰力 李承良死了 李如松後來也死了 他認為東北也沒有什麼 就是在遼東地區 也沒有什麼讓他們值得尊敬的人物 繼續主持整個東北的軍政 所以雙方怎麼樣 對明朝的這種親世之心就越來越強 在歷史上 這個若哈茲以所謂的七大恨告天 萬曆十五年的時候 他先是建立了所謂的賀土阿拉這個城 後來終於以所謂的七大恨告天了 當時漢人跟女財人其實一定程度 他的邊界整域是不是那麼清晰的 而且在東北這個地方比較特別是 看起來你真的我們都以為 他是所謂的遊牧部落 其實他不是 他們其實是定牧 再加上部分農耕的一個部落 所以事實上這個村子的整域 範圍其實是相對清楚 因為我們要想東北這個地方 他的雨量是非常充沛的 他跟這個蒙古人所居住的地方 是所謂的短草原 我們知道草原分長草跟短草 長草就是雨量多 短草的話 他就相對雨量就是比較少 大概200毫米做一個界限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東北他這部分女財人 他的這個接觸跟漢人接觸是很多的 而且很頻繁 而且當時在那個東北地區 就是所謂建州女財統治的範圍之內 已經有漢人有漢人居住 而且數量還不少 對 那個1618年 1618在赫土阿拉 所謂的七大亨告天 就是正式起兵叛民 一般來講我們在歷史上講 所謂的滿洲建國就從這一年算起 1618年 從此之後這個長期以來 本來維持良好的這個 明朝跟女政的關係 就從此之後走上一種戰爭的關係 雙方就開始進入歷史上所謂 長達大概40年的 所謂的明清戰爭 就在這一年之後就算1618年 就算是正式展開了 事實上如果他次並沒有成功的打敗明朝 所以他在東北快速的擴張他的地盤 不過整體來講 他中期一輩子都被限制在 就是在東北這個地方 雖然他後來有遷渡到瀋陽 我們就可以了解說 他大概是一方 主要就是以遼東的遼好的上游 然後在今天吉林黑龍江 大概是這一代 是他一個主活動的範圍 那真正這個統一試驗 我幫學長補充一下 就是其實要到了他的 兒子跟孫子輩 繼續在進行 接下來是黃太極 黃太極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他基本是把女政從 從經朝整個做了一個協同上的改造 像這個我們剛才講建州人 或者是說建州人後來變成滿洲人 這裡面最大的關鍵就是黃太極 黃太極把所謂的八旗制度建立 這裡面又發生什麼故事 其實真正奠定滿洲建國基礎 很重要的就是黃太極 因為這個如果他是講白了 他只是一個草創時期 如果他是就是要跟明朝周旋之外 我們知道打了一場1619年 打了一場非常重要的撒爾虎戰役 撒爾虎戰役滿洲獲勝 就代表明朝想要消滅這個新興的 當時我們可以說是漢國 當時諾哈是自稱後金可汗 又稱天命汗 我跟各位講 他稱自己為後金可汗 這是在清史裡面 滿清的官方史書裡面寫得很清楚 他就講得很清楚 我就是繼承過去的經朝 他講得非常清楚 我的歷史就是說 後來這個完顏寺清朝裡面 還是很重要的一支貴族群體 繼承清朝 就是那個金朝的皇家姓 對完顏寺 可是如果他是有步驟的 他先他在沙虎獲得勝利之後 然後再進行滿洲統一戰爭 把這個周圍所有重要的部落 包括什麼什麼夜鶴等等 這些重要部落一一的併昏 大概統一了今天整個松花江流域 然後他再轉過頭來開始向遼陽地區進攻 就是今天的遼東地區越過遼河 向遼東地區進攻 可是這個進攻的狀況是互有勝負的 也不是那麼順利 尤其是到了後來他進攻這個景州寧遠 等等這一些 這個可以算是中國在遼東到遼西走廊這一帶 重要的軍事據點的時候並不順利 之後來如果他是就死掉 相傳他是在戰爭中負傷 幾個月後傷重死亡 不過他在死之前就已經把他整個接班部局 就已經部署好了 他傳給他的第八個孩子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位黃太極 黃太極就是歷史上的清太宗 清太宗 清太宗大概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清太宗很清楚知道一件事 要短期之內擊敗明朝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清太宗曾經一度 其實但如果他是晚年的時候就有 曾經一度也試探過跟明朝講和 就是你承認我在東北地區的 這樣的一個政治地位 那我可以暫時不對漢人居住地區發動攻擊 這是第一個 他把戰爭整個腳步把它趨緩 第二個就是黃太極建立的所謂的八旗制度 什麼是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就是將滿洲部落 依據他們的傳統的士族的這樣的一個傳統 八部領袖 對沒錯 把它分成所謂八部 所謂的紅黃藍白 相紅相黃相藍相白 然後各個部落之間各有各的首長 你也可以說這是一種軍事封建制 然後各個部落有自己的部隊 都是效忠於後京可汉 後來等到我們知道到黃太極的時候 當時後京漢國說統治的區域也非常大了 也包括了蒙古人跟漢人在裡面 所以當時因為當時遼東的大臣 像遼陽瀋陽這些大臣 都已經被滿洲人佔領 裡面有很多的漢人 所以黃太極後來也建立了漢軍八旗 跟蒙古八旗 也就是說他把利用這一套軍事行政制度 把漢人跟蒙古人重新再納入到他的帝國的統治範圍之內 這是第一個 他建立這個八旗制度影響很深遠 他入關之後 八旗制度可以說是幫助滿清帝國 穩定他的統治 很重要的一點 這個比起蒙古人滿洲人的政治手腕是高明多了 可以這樣講 第二個就是因為他正面進攻受阻 因為他往這個景中寧遠的方向進攻受阻 那怎麼辦 他還是這樣兩義擴充 如果他是黃太極時代打了兩次重要的戰爭 一個就是曾曹仙 黃太極派了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非常有名的 他的弟弟叫做多爾滾 他的十四弟多爾滾 曾曹仙 他自己本人帶著滿洲的部隊 開始怎麼樣 向右翼擴張 開始去征服所謂的查哈爾部 就是當時的蒙古人 蒙古最後一任大旱 今天意義上 就是所謂黃金家族的大旱叫林丹汗 就在這一次戰役當中 像黃太極投降了 整個內蒙地區 就是我們今天講 就是各位現在圖上看到 克爾庆查哈爾有看到嗎 整個克爾庆查哈爾這一帶 就像滿洲投降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呢 林丹汗投降的時候 也等於是把整個 漠南地區 蒙古族的統治權也交到了 後金的手上 當時以前應該是 後金的手上 今天有很多像日本的學者 他們就認為 所以滿洲帝國 所繼承的是蒙古人 在歐亞大陸的一個 你說霸權也可以 或者說一個統治權 宗主權也可以 不過這邊我做一點點補充 就是其實我覺得黃太極 他很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他爸爸忙碌了一輩子 基本上沒有 雖然可以打敗明軍 可以攻城綠地 但是要打垮明朝 明帝國的事實 對他們當時還找得很好 甚至是不太可能 但是他們竟然敢以後金為他的國號 事實上他心裡面的思想跟思考 已經是昭然若階了 包括他一開始剛才學長有提到說 他建立了所謂的 他是用可函來給自己命 他叫什麼可函 叫天命函 我剛才有提到 天命於我 所以這個天命官 事實上就暗合著 漢人在所謂的天命 就是皇帝是要用天命你才當皇帝 所以其實很多人以為說 到了皇太極開始有所謂要滅民之治 我認為他們不是說完全沒有 只是說夢長的深或淺 他其實是有這樣想 只是說一時三刻做不到 所以他做了很多 其實明朝是自爆的 如果明朝有一個穩定的東北的國防政策 能夠所用其人所用得人的話 滿洲基本上很難攻破明朝的防線 甚至在上一講的時候 我們提到如果當時崇禎帝 把帝都給遷到了南京 你根本要滅他你還找不到人 你要這迅速打下來 他那時候還要跟農民軍打很多的戰役 因為北方到蘇州農民軍 但是我補充一個點 也就是說剛才宣宏提到八旗制度 我們知道八旗 他其實是有尊貴跟不尊貴 香黃正黃正白正紅 香白香黃 香紅正藍香藍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很難分 但是怎麼分 香就是外面多一圈 裡面如果是正的話 就是他是直接一整片的 而且各旗地位不一樣 各旗的地位不 旗是要照牌的 有所謂上三旗對不對 這個這樣子說 為什麼上三旗下五旗 對上三旗直接由愛心九旅家族 直接領導 由皇帝本人直接領導 我跟你講 主要是兩個原因 這有人研究過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跟愛心九旅家族在血緣上的親疏 就是有沒有通婚 第二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諾哈赤 到皇太極 季位初期 他還進行滿洲整個女征內部的統一戰爭 是 有一些 我們今天話講的入火比較晚 就是比較晚才入火 他就編到比較後面的 所謂比較外 八旗比較外圍的 這些所謂的下五旗裡面去了 那上三旗當然在地位上就不一樣 所以有一個名字叫台旗 往上台再台 就是這八旗之間 他也有一個 一個封建地位的一個升降 比如說你有婚姻關係 或者你在戰場上立功 你可以台旗往上台 台到不同顏色的旗裡面去 所以他這裡面 他既是一個行政制度 也是一個軍事制度 也是一個 我們可以 封建亭制 對對對 沒錯 社會治理也可以這樣講 皇太極 清太宗還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把國號從京改為什麼 改為清 為什麼改為清 因為他把首都遷到了沈牙 沈牙後來就變成清朝的陪都之一 叫聖經 新聖之地 這個要大家了解 沒錯 龍心之地 為什麼改為清 這裡有很多的說法 有人說他是因為接受 他底下幾個漢人的幕僚的建議 黃太極喜歡用漢人 各位 他幾個重要的謀士都是漢人 我們要記住這件事情 另外他征服了墨南地區 我們剛剛講克爾庆跟查哈爾 他就獲得了非常重要的戰隊資源 馬 獲得了馬匹 除了蒙古人加入他的軍隊 他編出蒙古巴西之外 就是馬匹 他有穩定的馬匹可以使用 所以滿洲人的寄兵可以再擴充 他的戰力就會更加強大 然後左右兩側都獲得勝利 他再回過頭來 再開始打 明朝在遼西地區 最後的幾個重要的據點 景州 寧遠這幾座城市 開始攻擊 那明清之間的戰爭 就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從黃太極開始 我這邊做一點補充 就是說這個巴西制度 可以擴散到其他的族群 其實是蠻特別的 我記得大家應該還有印象 就是我們之前談這個 遼金元的時候 其實有談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尤其是遼跟金 他有所謂的兩套體制 像遼朝就是南北面官制 這樣的邏輯 其實後來金朝也是有去沉寂下來 這個所謂的八旗 其實也暗合著 在東北這邊發展的民主 很選用八這個字 比如遼朝就說八部大人 八部大人 他其實是用所謂的東北民主的傳統 因為這些不管是契丹人 女真人 很多人都說在東北這個地方 在中國古城叫東湖部落 從這些東湖部落的後裔 他們好像對八特別有這個感覺 他其實等於說用自己的傳統 然後接著八旗之後 那他是個逆擴散的過程 大家想對比南北面官 南北面官是直接把漢人跟傳統體制 給做一個分割 分割出來 比如說不管是契丹人或者是女真人 其實都有創自己的文字 但是為什麼他流傳不廣影響不大 他的造書是要雙文並列 因為主要我們今天挖到了很多石科上面 是漢文跟可能女真人或者是契丹人並列 那原因是什麼 他是北面官 就他本身是契丹主或者是女真主 甚至有少量的漢主會認北面官 但是他就會雙文並列 但如果是南面官的話 他基本就是以漢人為主 但是我覺得黃太極厲害的地方是 他成功的把漢人給柔和進去自己的民族裡面 擴展了自己民族所缺少的屬性 而且我覺得這跟女真人的獨特性有關係 因為女真人剛才前面我有幫學長補充 就講到說他是一個跟牧並合的民族 所以他的如果說講游牧 那他絕對贏不了蒙古人 蒙古人耐漢耐操耐跑的體質 女真人確實是跟不上 可是對於說像漢人這樣 在農業在文化上面的精緻程度 女真人也比不上 可是他剛好是在中間 我覺得他就把他凝合在一起 所以滿洲八旗 蒙古八旗 漢軍八旗 當然後來還有所謂旗弩 然後再把他合成一個女真人的時候 他反而變一個很強大的複合體 比如最後名就是曹水旗 曹水旗明明是漢人 但他家就是八旗的 因為他的曾祖父在遼陽戰役的時候被俘虜 然後是明朝的祥軍 後來就好像也是個籤戶 關鍵還不低 然後被編入所謂的漢軍八旗 所以朝鮮人家就等於是八旗子弟 所以到他祖父的時候就已經做到朝運總督了嗎 對 基本上滿洲人不論是諾哈 諾哈是對漢人還多少有點仇恨了 到了黃太吉時代就把漢人中的漢奴就完全解放了 編到八旗子弟 八旗的管理系統裡面來 所以他就展現出他對不同民族其實都是一視同仁 其實到了黃太吉時代其實滿清已經是大國了 統治今天整個東北加上大半個內蒙古 還有降服的朝鮮 不過滿清也很聰明 他也沒有把朝鮮併入版國 他就是一路打到漢城逼迫朝鮮往投降 以朝投降 你變成反暑嘛 對然後你不要再跟明朝來往 等於朝鮮在戰略上等於是明朝在東北地區 戰鬥一個後勤基地 等於是這樣 常常出錢出力 也有朝鮮兵加入到明朝軍隊 像薩安虎戰役的時候 明軍十三萬明軍就有一萬多朝鮮兵 其實後來不過朝鮮跟滿清的關係也很微妙 以後有機會再說 以後如果有機會講到甲午戰爭的時候我們再說 其實叫做冒河省禮 不是我覺得很有趣的點在於說 朝鮮就是清朝共 就代表說其實他始終的戰略思想很清楚 我覺得從後勁到清後 他不管怎麼改股 他們其實戰略很清楚 就是他們是有要做為正統朝代的 這樣的一個思想的核心跟準備的 不然你叫人家來朝共不是很奇怪嗎 這是代表說我是大國 不過後來黃太極還是沒有成功 到了誰才開始正式入關了 要到了黃太極的兒子 這個順治皇帝福林的時候 所以他被牽為親世主 因為他開世系之主 所以清代很好玩 清代有三組 我們剛才學到現在太祖 然後等於世主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聖主 也就是福林的 從黃太極到世主福林之間 還發生了什麼樣的故事 我們知道黃太極晚年 到黃太極 根據我們今天看到的一些記載 黃太極晚年有兩個重要的心 有兩個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他對漢人的戰爭陷入僵局 雖然我們知道源仇煥被除掉了 然後後來在這個遼西地區的戰爭 滿洲人也慢慢站得上頭 但是過程很艱苦 非常的艱苦 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可以這樣講 雖然後來已經推進到沙海關一線了 但是還是沒有能夠真正供貨明朝在東北的防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滿洲統治集團之間開始爆發的激烈的動爭 根據我們今天看到的一些滿洲內部的一些留下的文獻 據說當年如果哈赤在晚年的時候 就在思考他到底要傳給誰 他的位置要傳給 這是北方草原油牧民主常常陷入的一個問題 到底是要傳掌還是要傳賢 還記得嗎 我們前面講蒙古人也面對 蒙古人從來沒有一個良善的太子制度 幾乎沒有 從來沒有 當時諾哈赤的幾個兒子其實都有戰功 但是據說最聰明 最有政治手腕 然後也最得諾哈赤歡欣的流量 一個就是老八 八皇子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皇太極 因為還有一個就是十四皇子 波爾滾 歷史上這個根據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記載 不論是個人的記載或官方記載 對多爾滾大部分都是給予相當高的評價 說他不但能爭灌讚 而且說他面白身羞 簡單講的帥哥一枚 帥哥一枚 這看起來是滿性格的 紅字很大 看起來是不錯 他們兩兄弟都表現得很好 諾哈赤最後是決定傳給了八皇子 黃太極 但是多爾滾在他父親還在的時候就很受到他父親的重視 那黃太極即位之後 我們剛剛講這個還要再繼續對外進行戰爭 那多爾滾也是他麾下很得力的戰將 但是他們兩兄弟之間其實是有心結的 一方面是權力鬥爭 多爾滾因為在八極當中的聲望越來越高 因為他連連戰勝 聲望越來越高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歷史還是逃不過八卦 天底下女人那麼多 據說他們兩兄弟就喜歡同一個女神 所以我們不要小看女人的威力 但是這個是輕功秘史 你看 這種秘史 他一定有很多小說筆記 所以從正史會比較少討論 但是我們覺得可以作為一些堂敲參考 因為歷史不外乎人性 其實很正常 他們兩兄弟為了當時克爾庆部的公主 就是所謂我們在歷史上後來知道 非常有名的是孝莊黃太后 兩個人之間有發生了一些心結 據說黃太極晚年的時候身體很不好 為什麼身體很不好 這是有記載的 黃太極晚年的時候身體很肥胖 那肥胖之後 可能是我們今天看症狀來看 可能就是痛風 很嚴重的痛風 我知道痛風一痛那會要人命的 所以他的脾氣就變得非常的暴躁 後來黃太極就在不斷的生病 然後這種不斷的病痛當中 很忽然間很突然間就病逝了 因為他死得蠻突然的 所以他不像他的父親已經指定了繼承人 所以他一死馬上滿洲貴族之間就爆發嚴重的鬥爭 當時黃太極的兒子有好幾個 當時他的最長最大的兒子 已經被封為親王了 肅親王豪格 是他的大兒 當時他大兒子我記得已經大概超過20歲了 年紀已經不小 而且豪格有戰功 可是他的弟子是我們剛講的孝庄皇太后所生的 這個順治皇 靠來順庄就是所謂的愛心九龍福林 福林這一年幾歲 九歲 還是個很小的孩子 所以當時如果要傳給弟子的話 那當然就是 那應該就是輪到 如果傳給弟子的話 當然就應該是福林 但是如果要論實力跟論這個對國家的功勳的話 那當然毫無疑問的就是豪格 不過這時候關鍵人物就是多爾滾 多爾滾支持誰 誰就可以當皇帝 甚至多爾滾這時候如果自己想當也不是不可能 對不對 在多爾滾的立足之下 當然也發動了很血腥的整肅 詳情我們就不說了 就是滿洲貴族集團之間的鬥爭 最後在他的立保之下 就讓這個小兒 這個小孩子 九歲的孩子福林 順利登基幾位 就是歷史上 剛剛主持人說的 歷史上的這個親氏族 這個順治皇帝 這個多爾滾據說沒有兒子 多爾滾有女兒沒有兒子 多爾滾對這個職兒非常好 為了這個職兒功成略地 一生在僵場上努力 歷史上很少有這麼好的叔叔 所以有個好叔叔更勝於好爸爸 沒有啦開玩笑 福林是個有福的孩子 他的名字裡面有福對不對 福氣降臨 沒有因為當時其實他有一個狀況 就是多爾滾他其實 他掌握了很大的權力 但是就像剛才學長講的 這個一個爭吵在於說 他的哥哥死掉了 哥哥死掉 但他的兒子有成年的 有像是有這樣子弟子的 有孝莊皇的 這個孝莊皇后來生的 像順子 那傳子還是傳賢 那這個賢不是紙喔 是地喔 那有沒有可能是這樣傳的 這就是對面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在蒙古人傳統裡面 他覺得何邏輯 只要是黃金家族 就是成吉斯坦的後代 通通都有繼承權 哪怕你可能是旁之遠之的 因為黃金家傳到後來真的蠻亂的 其實傳了很多旁遠之 而且再加上整個滿洲人裡面 他其實大量吸納了蒙古人 吸納了漢人進來 所以他其實他裡面會有一些這樣的聲音 我們是可以去理解 但是我覺得這也跟 剛才前面其實學長有提到說 愛心絕有這個家族 事實上他跟漢文化 他是比較接近的 所以那個弟子的觀念是慢慢扶上來 不是絕對 還有一個就是剛才提到 孝莊皇后他們這一支 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母系在滿洲人裡面 一直急具影響力 對一直都有 東北民族都是這樣 皇后家的影響力都很大 對後族這個是很有影響力 所以如果說跳過了這個底子的話 那這事情大條了 當然豪格的人品 據後世講是有一些問題 兇暴什麼的 但我認為這可能是他要鬥爭失敗 所以到底是兇暴還是戰功標品 有時候就是一見之隔 據說豪格常常喝醉酒之後 任意鞭打他的部下致死 對 你就是被人稱很兇暴 兇暴的酒鬼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小孩 這個年輕人的脾氣有多壞 你就可以知道 不過我認為這也有可能是當時 鬥爭失敗 鬥爭失敗 我們也不確定 不過就證實是這樣去記載 當然順治皇帝也不是他一級位 馬上就攻入了北京城 其實還有一個關鍵 是因為我們其實前面已經講 我們今天就略去不提 明朝被寵王李志成給幹掉了 然後有一個人衝關於魏弘也 吳三桂平熙王 他就開關 所以滿洲鐵記就衝進來了 對沒錯 那再加上他們就任用很多冥翔將 那另外一輩比較有名就是紅城仇 紅城仇 其實紅城仇的失敗是整個明朝北方 一場最大的失敗 就是松山戰役 在崇禎15年 松山戰役是13萬人全軍覆沒 即使是這樣 即使打到這樣子 滿洲人本來都還無法攻破山海關防線 吳三桂的這支兵團還守在山海關那邊 發動過好幾次攻勢 當時滿清對吳三桂所鎮守的山海關 發動了好幾次攻勢 都沒有辦法攻破這裡 所以坦白講 戰爭到了皇太極的晚年的時候 仍然是一個僵局的狀態 但是我們前面講 其實明朝是自爆的 後來1644年的三月 農曆三月 李志成攻破了北京 一攻破北京 整個戰場的平衡就完全改變 對當時鎮守在山海關的吳三桂來講 他就變成孤軍一支 他的後方北京已經被李志成攻占了 那他面對的又是他的老對手滿洲人 那他就要做出選擇 他要怎麼辦 本來李志成本來據說 很有希望把吳三桂招降過來了 本來據說是這樣 其實這還不是傳說 這證實上有記載 說吳三桂衝冠一怒 魏弘言 亂世的時候還有這麼樣一個浪漫的故事 也是讓我們現在後世覺得獨立不可思議的 兩個女人改變了中國歷史 是不是 這個李志成只是沒想到說 他竟然有另外一個可投降的對象 我覺得這也跟大順農民軍他本身的政治的素養不夠 也有很大很差很差勁 當然是我們之前已經有討論過了 最後一點點時間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因為我們還是要把從制度土地跟人員控制方面來做個統整 就是女真人從後金到清到滿洲人 應該從建州 建州女真 到了他建立了後金 變成天命寒 然後當上了皇帝 後金皇帝 再到變成清國皇帝 再變成清朝皇帝 這是好幾個階段 剛剛學長有講 當年攻破的時候 就有人寫過說 當一年有三個皇帝 崇禎皇帝 大宋皇帝李志成 另外一個就是世主福林 他的順治帝 他也降引到北京 那其實他的根本就是在於說 我們剛才講到八旗制度 那八旗制度其實是一個軍事農業 就是軍事生產 然後還有包括官職 他是一個非常複合的 所以像最後幫我們做個兩分鐘 做個簡單的整理 滿天入關之後 隨著他的戰爭的推進 他的口制區越來越大 他就把八旗開始在全國各地推進 所謂八旗是什麼 八旗就是他怎麼推進呢 他就是在全國各個重要的水路交通 以及大城市裡面 建立所謂的將軍制 滿洲將軍 比如說金陵有金陵將軍 比如說西安有西安將軍 為什麼要建這些所謂的將軍 將軍等於是八旗在這個地方上 統治的一個代表 然後所有的重要的水路交通要點 以及大城市都有八旗的軍隊進駐 所有大城市裡面分成滿城跟漢城 滿人跟漢人分開 分開居住 那滿人就掌握了軍事武力 跟行政權這兩大優勢 那基本上 他這樣的統治的結果就是 他讓全國各個交通要點 大城市都有滿洲人的武力來控制 相對 而且他又能夠保持跟漢人的一種 和平相處的一個狀態 不至於太過干擾漢人的生活 所以他等於是收到兩個效果 第一個他的統治穩固 第二個也可以讓漢人趕快安定下來 而從事所謂的農業生產 所以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所以就是說 入關之後 其實他就是延續原本在東北 他使用著這個滿洲制度 這個八旗制度的一個根基 那當然這裡面後面還有很多的故事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以這個從他崛起到入關這一塊 給大家做一個分析 所以我們很感謝學長今天跟我們的分析 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說一下 歡迎透過線下的贊助 給我們更大的支持 包括我們現在有綠界支付寶跟PayPal 另外也加入會員對我們幫助是最大的 那我們今天的互來座談 其實談到這裡 大家也就可以了解說 一個小小的東北政權 一個小部主 副主被殺靠著13具鎧甲 然後竟然可以入關 然後來定頂中原 這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故事 後來這個王朝的影響非常大 非常深遠 我們後面就會知道 我們會分好幾獎來好好探討一下 那後來座談誰來座談 今天就聊到這裡 我們就下一期再相見 謝謝小楊拜拜 嗯拜拜 小楊 小楊